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粤语版、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重点新闻要同大家分享 首先,一位17岁的香港青年因涉嫌返运价值300万港元的其他名同学卡因被捕 利终案件再次引起大家对青少年涉毒问题的关注 其次,北京正积极游说 希望今年可以让香港加入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ICP 这个消息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来港绝对是一个正面的推动 最后,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升级 全球市场出现动荡,股市下跌,油价上涨 投资者纷纷转向寻求安全资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香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出 一名僅17岁的青年因涉嫌返运价值港币300万元 约38万美元的其他名和可卡因而被捕 南话早报报道,这名青年在被发现拥有 4克可卡因后,警方随后搜查了他的公寓 发现了5.5公斤的其他名 10克的可卡因以及毒品包装工具 这名模拟青年被认为负责包装和分销这些毒品 在香港,返运毒品的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和港币500万元的罚款 警方曾警告,毒犯为了吸引青少年上瘾 然后招募他们成为毒犯 有时会向他们提供免费的毒品 与此同时,在国际贸易方面 香港正期待在今年加入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蓝话早报,引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英伟的话说 中国北京已经向成员国施压 希望加快批准香港加入的过程 RCP涵盖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和全球GDP的30% 只在20年内取消签署国之间高达90%的进口关税 香港于2022年1月申请加入 若成功将对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不安的情绪正在蔓延 电讯报报道,由于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报复性打击 欧洲市场开盘下跌 引发了对中东可能爆发战争的担忧 英国的富士100指数下跌0.5% 德国的DEX指数下跌1.1% 法国的CAC40指数下跌0.8% 意大利的富士涅指数下跌1% 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4.2% 超过每桶90美元 这是在伊朗一处军事基地附近发生爆炸后的报道 亚洲市场也出现动荡 日经225指数遭遇三年来最大跌幅 恒生指数下跌1.1% 在这种不确定性的氛围中 投资者转向了黄金等避险资产 黄金价格上涨1.3% 达到每盎司2417.84美元 这些事件突显了香港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复杂位置 从青少年涉嫌贩毒的事件 到香港期待加入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协定 再到国际市场对中东局势的担忧 这些故事共同繪制了一幅充满挑战与机遇的画卷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不仅面临着内部的社会问题 也深受全球政治经济变动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香港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 解决社会问题 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其重要地位 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世界 各国都在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行走在一条细线上 从中国在伊朗和以色列紧张局势中的微妙立场 到香港单车明星李斯宏面对奥运梦想时的内心挣扎 再到中东局势对全球油价的影响 这些事件都展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复杂挑战 《日经亚洲》报道 除着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中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难堪的位置 这场升级的冲突威胁到了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和对伊朗大使馆在敘利亚的打击表示了批评 这使他与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处于对立面 然而 对于伊朗最近对以色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中国则保持了沉默 仅表示关切 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受制裁石油的最大买家 同时也在以色列的高科技领域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成为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试图保持中立 优先考虑自己的战略利益 然而 他在调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努力收效甚微 发现中东外交十分困难 如果局势持续恶化 中国可能会尋求保护其投资 避免选边站队 但对伊朗的进一步制裁可能会使中国的关系变得复杂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南话组报》 报道了香港单车明星李斯永的故事 李斯永在最近的比赛中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 导致他的表现不佳 尽管他以良好的状态参加了加拿大的要試艺场地国家杯 但在全能赛事中紧获得第20名 然而他有望在要試艺公布合格期首名单时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李斯永正在与一位运动心理学家合作 以解决影响他表现的心理问题 包括管理外界的期望 教练赫菲德干表示 你在加拿大的表现绝对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而在国际舞台上 CNN报道了中东局势对全球油价的影响 随着报道中提到的伊朗城市伊斯法罕附近发生爆炸 亚洲市场下跌 油价上涨 投资者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加剧 美国原油期货上涨2.1% 达到每桶84.5美元 布伦特原油上涨2% 以色列据报在伊朗内部进行了打击 这一举动威胁着加深该地区的冲突 分析师警告说 以色列的回应可能决定油供应是否最终受到威胁 在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的同时 黄金价格也上涨 而比特币因对风险资产的胃口减弱而跌破6万美元 这些事件展示了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互联性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体育还是经济领域 都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 各方都在努力寻找平衡 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都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在香港这个繁忙的城市中 每一间店铺的开张与关闭都数说着自己的故事 《南话早报》 报道了一间名为Chubby Purpose Daily的三文字专卖店 在经营两年后因为疫情带来的商业环境挑战 而作出了关闭的艰难决定 这间专卖美味正宗Philly Cheese的三文字的店铺 曾是许多人的罪爱 但最终未能在汉堡店临立的市场中吸引足够的顾客 导致收益不足以维持运营 店主及主厨Jason Lloyd 曾为着张独特美食大级香港市场的梦想 不幸地 这梦想却因为经营独立餐厅的财务现实太过艰难而告终 尽管如此 内没有计划离开香港 仍然对于探索城市中其他的攀任冒险保持开放态度 另一方面 亚洲股市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而出现下跌 《日经亚洲》 报道 日本的日经股票平均指数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射导弹的消息传出后下跌了3.4% 这次的卖出潮油投机者人令 他们对于消息的反应是卖出股票并购买债券 日元和石油 香港的恒生指数和韩国的Kospi指数也分别下跌了1.4%和2.9% 石油市场亦受到影响 西德克萨斯中则原油期货价格上升4%超过每桶86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样上升4%超过每桶90美元 在这次事件中 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 媒体大亨黎指应因涉嫌与外国势力勾结而正面临审判 《南话组报》提供了详细的报道 据一位由律师助理转为检方证人的人士所说 黎智英在2020年1月的一次会议中透露了他的策略 试图通过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来触发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崩崩 他提出了一个四步骤计划 包括散播有关香港的资讯 呼吁国际关注与外国官员建立联系 并影响他们政府的政策 黎智英相信这将导致对香港的制裁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 他目前面临的指控包括根据国家安全法的串谋罪和串谋印刷 及散发煽动性出版物的罪名 这三则故事 从一间小店铺的关闭到全球股市的波动 再到香港政治舞台上的重大审判 展示了香港这座城市在不同层面上所面临的挑战和变迁 无论是经营者 投资者还是政治人物 都在这个信息万变的环境中尋找着自己的道路 在过去的一周旅 从以色列对中国对伊朗的回应表示不满 到香港人申请离婚案件的增加 再到中国科学家利用低成本的人工智能芯片来驱动高超音速武器 这些新闻无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南话早报 精选了七则新闻亮点 涵盖了这些引人注目的话题 其中 西方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化妆品品牌遭到抵制 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办公室高忙租金的合理性 菲律宾第一夫人与副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在亚马逊的Simon部落找到预防失智症的关键 这些故事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讨论 而在另一则报道中 一名香港卡车司机谢建文 Sakinman 因涉嫌走私枪械在中国深圳被拘留 至今已超过两年仍在等待判决 这起事件引发了对司法透明度和人权问题的关注 谢建文在2001年4月被捕 当时深圳海关官员声称在他的卡车里发现了枪械 尽管香港警务署处长证明这些事仿制枪械 谢建文在2002年9月再次受审 但至今仍未获得判决 他被拘留在深圳的一个看守所内 并被阻止见家人 专家认为 中国大陆的检察官利用了一个漏洞 无限期地延长了謝建文的拘留时间 另一方面 当美国官员表示 以色列对伊朗发射了导弹后 全球市场出现了动荡 根据BBC的报道 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了超过3% 达到每桶约90美元 而黄金价格接近创纪录的每盎司2400美元的新高 日本、香港和韩国的基准股指也在这一消息后下跌 投资者担心 中东地区的冲突加剧可能会干扰石油供应 特别是通过霍尔木之海峡的石油供应 这条海峡是全球约20%石油供应的重要行动 这些故事不仅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 也凸显了地区安全 经济波动和人权问题的重要性 从香港到中东 从科技创新到文化冲突 这些新闻量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 提醒我们关注哪些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全球议题 在近日的亚洲股市中 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引发了一波卖盘潮 各大股市普遍下跌 Nicke Asia报导 日本股市的代表性指数 日经225指数 在周五上五一度下跌3.4% 这一波卖颜的导火线是美国媒体报导 以色列对伊朗发射导弹的消息 这场卖盘潮首先从美国的高科技股开始 随后因美国官员确认以色列的导弹 集击而在东京股市加剧 香港恒生指数跌了1.4% 中国的护心300指数下跌了0.9% 韩国的Kosby指数下跌了2.9% 在油市方面 西德克萨斯中则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4% 超过了每桶86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4% 超过了每桶90美元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至153.82 而其他亚洲货币则普遍走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导指出 受到中东冲突报导的影响 香港股市也遭受重击 恒生指数跌至两个月低点 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2.6% 其中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股价下跌了1.9% 赌场营运商金沙中国跌了4.3% 火窝连锁店海底捞跌了4.2% 油价的上涨史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 受此影响 上油油企和黄金生产商的股份有所上升 而随着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剧 理想汽车的股价大跌7.4% 至每股106.40港元 野村证券下调了MSC的香港指数的评级 在另一个报导中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描述了道拜国际机场因遭遇数十年来 最严重的暴风雨而导致机场跑道被淹 进而引发大规模航班取消和燃傲 使成千上万的旅客滞留在机场 这场混乱导致旅客等待超过70个小时 对于何时能够搭乘航班离开感到困惑和沮丧 尽管亚联游航空公司在机场的参与餐厅提供了 免费的食物和饮料 但有传言清道拜的所有酒店都已满房 这系列事件不仅突显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也展示了自然灾害对国际旅行和交通的潜在破坏性 无论是股市的波动 还是旅行的混乱 都提醒着我们在这个紧密相连的世界中 远方发生的事件可能会以 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 在全球市场上 一阵阵的风云变幻正在上演 从远东到中东 从科技巨头到金融市场 每一个转折点都在为世界经济的未来 绘制新的轮廓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探索这些变化背后的故事 首先 来自优浩US的报道指出 中东地区的新一轮冲突报道 对全球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股市应声下跌 而石油和避险资产 包括国债和美元质应声上涨 国债收益率的下降解除了近期的卖额 而美元指数的上升 以及瑞士发浪 日元和黄金等其他避险资产的强势 都反映了市场对于不确定性的担忧 然而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商业联系 却正在经历一场复兴 正如南华早报所报道 根据咨询公司Oliver Wyman的说法 由于地缘政治 能源转型和供应链中断等因素 两地之间的商业关系正在加强 自2017年以来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贸易额已翻倍 达到了2022年的5072亿美元 中国的电动车製造商正逐渐增加 对中东、欧洲和美国新兴市场的投资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贸易紧张局势 还支持了就业增长 尽管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后恶化 且对电动车、电池和太阳能板 过程生产的担忧持续存在 中国仍将保持其作为世界顶尖 制造中心和主要出口国的地位 得益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创新能力 在科技领域 来自Bloomberg的报道显示 随着Micron Technology报告强劲的收益 并且对人工智能、AI、芯片 的需求增长表达了乐观态度 南韩公司SK Hynix 预计将报告出息的收益 台湾继体电路制造公司 TSMC 也发布了超出预期的收入指导 强劲的A需求帮助世界最大的 合约芯片制造商恢复增长 这一趋势不仅突显了A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 也预示着科技行业可能 使人令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这些故事 从金融市场的波动到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从中国与中东的贸易復兴到A技术的蓬勃发展 共同编辑了一幅全球经济未来的丰富多彩途径 在这个途径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而创新和合作模仪将事人令我们走向更加繁荣未来的关键 随着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政府继续尋找跨越当前挑战的途径 这一切都提醒我们 唯有通过不断的学习 适应和创新 我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在艺术与科技的交汇点上 BMW与艺术家Alex Thrill的合作模仪是一次创新的尝试 根据《南话早报》的报道 这次合作以一个名为Remember的AA基础视频装置艺术作品为中心 首次在亚洲展出 探索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这件作品利用由Israel和BMW共同开发的AA技术 通过七个萤幕分享观众的内容和Israel的记忆 创造出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Israel认为 这个装置是对技术与人类状态之间联系的一次探索 这次合作继之前与Jeff Koons和Roy Lichtenstein的创意联名后 再次展现了BMW对于艺术界的深入参与及其对创新的不懈追求 与此同时 在科技与政策的交界处 苹果公司近期在中国的举动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彭博社报道 应北京当局的要求 苹果从其中国应用商店中下价料包括Signal、WhatsApp、Telegram和Threads在内的多个消息服务应用 这一行动是在中国当局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下发出的命令后进行的 中国长期以来限制外国消息和社交媒体应用的使用 导致国内平台如微信的主导地位 苹果公司一贯遵守中国严格的互联网审查制度 此次下价行动是对未注册和以停用应用的更广泛打击的一部分 App in China的首席执行Gunrich Bishop指出 此举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公民访问全球应用的能力 反映出科技公司在全球化与地方政策之间的拉扯 这两个故事 一个来自艺术与科技的融合 另一个来自科技与政策的碰撞 共同描绘出当代社会中技术 艺术和政策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BMW与Alex Threo的合作不仅仅是对未来艺术的一次探索 也是对人类与机器关系的一次深刻反思 而苹果在中国的最新举措 则突显了全球科技公司在遵守当地法律 与维护用户权益之间的难题 这两件事情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 技术如何索纵我们的世界 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寻找平衡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致富、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致富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页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el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或许多简报